師父, 你猜我現在星期 開始學體操, 遲不遲了 當然不遲了 在外國有些人 七十歲讀大學也有 所以學著總是講恆心 沒所謂學甚麼也沒所謂遲不遲 你努力吧 阿黎, 怎麼突然有興趣 學體操呢 沒有, 我剛才看完翡翠台的 由港台電視部製作的跳躍80 看到裡面的人有踢足球和體操 突然間這份衝動很想馬上學體操 那你就學吧 反正以後每逢星期六 跳躍80裡面都有示範表演 告訴你, 你跟著他做 還欠了很多學費 對 除了有跳躍80之外 香港電台電視部最近還有兩個新節目 會在翡翠台推出 一個就是會在一會兒 十點鐘播映全新製作的屋簽下 另一個就是在明晚即是星期日 晚九點鐘播映的百合花劇集 內容就是以描寫寶蘭谷裡面的 小孩子或青少年為主題 值得看看吧 對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想問問你們知不知道 在這個粵語片的電影史上 你們猜猜第一個摺敏鏡頭的女主角是誰 大姨 大姨 問小孩子 大姨 問鏡頭 第一個摺敏鏡頭 計算是幾十年前的 對 現在還沒出生, 怎麼知道 對, 小孩子 這也不太好 因為跟我們很熟悉的 這位女主角 還是我們台的女藝人 不太好 難道是阿品依 是不是 非呀 非呀 不是 好心你別故作神秘 誰 是梁淑卿, 輕衣 阿夏, 你這邊坐吧 對了, 輕衣 我剛才想想想 想到有一個秘密 甚麼秘密 那時候我看歡樂金蕭 原來你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是第一個女明星拍摺敏鏡頭的 那有甚麼秘密 歡樂金蕭都說了 人人都聽到了 但是當時社會都很保守 那為甚麼你會拍這些鏡頭 當時我拍電影 專門做了一些膠製花的壞女人 是這樣的 那導演要我這樣拍就這樣拍 原來是這樣的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誰跟你做對手戲的 那個呀 那個是依秋水 原來是依秋水 你那時候也很有名 是呀 那導演是誰 導演是洪仲浩 洪仲浩 你那時候拍攝鏡頭 都可以說得很洪洞 是呀 有沒有清楚人拍 那就沒有 當時我拍這場戲 我都很尷尬 是呀 因為整個電影界 都沒有人拍過這些鏡頭 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電視經常都可以看 是嗎 那倒是 時代不同了 就是親感都不同了 輕姨 你演戲這麼久 那你見不見 你第一部電影是甚麼名字 第一部電影叫做陶飾血案 陶飾血案 我想我真的沒看過 你當然沒看過 你還沒出生 是呀 輕姨那時候 是在做大戲的 做完大戲就趕去拍戲 原來你是做大戲出身的 是呀 我十四歲就搭台版 做啞梅香 十六歲做第二件花彈 十八歲就做正人 原來輕姨這麼威風 是呀 那為甚麼你會入粵劇這一行 我爸爸是做大戲的 我喜歡做大戲 我爸爸的師兄弟 就來教我做 我沒有正式師父的 個個都是我師父 你做大戲的時候 就是做正人花彈 那當然是好人 那為甚麼你做電影的時候 就尊重那些壞女人 那些導演說我的樣子很邪 那我就做一些反派戲 後來不知道為甚麼好地地 又做那些窮、病、被人欺負的戲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聽你這麼說 那些戲露迷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是呀 是呀 輕姨, 你做的邪派 和壞女人的角色 我真的沒看過 但是你做磁場 更好人的角色 我看得多 你真是做得好 有甚麼好不好 就盡了自己的責任去做 不過很有趣 有一次我做殘雞的戲 你看過沒有 是嗎?甚麼時候 就是胡家十八口 我做過小販 騙人, 還要罵人 挺餓 是嗎?這麼有趣 是呀 對了, 你做過那一次角色之後 你自己是喜歡做一些反派 還是正派的角色 都沒甚麼所謂 導演給我做甚麼就做甚麼 不過很奇怪的 導演比我做 都是做些前場戲的 但是我入了無線這麼多年 都是做過那次殘雞戲 是嗎? 對了, 輕姨 你拍了這麼多部電視劇 你自己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 那部CID 那部CID 有部CID 不是說我和人買一部小朋友 想帶回大陸 換我的書來那裡嗎? 是呀, 我看過 我記得有一場戲 就是趕你在羅湖車站 和CID爭了什麼 是呀…就是那裡 你那裡真是做得很精彩 不過我想拍起來也挺困難 因為羅湖車站每天都有這麼多人 那天有這麼多人 趕緊的人都不肯走 沒辦法了 就說有把人入牙鏡 難怪那場戲這麼逼真 那天真是辛苦了 工作人員也辛苦 我自己也辛苦 我是說我們算的 把頭髮拉得掉了 眼鏡也掉落地爛了 幸好做完 那些觀眾都說好氣 那倒是辛苦 那倒是, 如果拍出來 那觀眾反應是好的 就算辛苦一點也沒所謂 是呀 是呀 原來在輕衣演戲 有一段這麼長的歷史 是呀 而且還曾經有過一段 這麼輝煌的時光 這就是呀 但輕衣在螢光幕上 就是一個磁場的長者 而實質上 輕衣在私生活裡面 也是一個好媽媽 你不可不知 她長大幾個子女 真的很辛苦 現在也好, 她子女長大了 她就可以過一些安樂日子 這些我想就叫做苦盡今來 是呀, 你閉嘴 是呀 不過提起苦盡今來 我就想起溫柳眉 大家知道柳姐曾經撞車 有一段時間裡面 可以說跟死神搏鬥 現在她就好很多了 是呀 她是苦盡今來 以後的安樂日子 是呀 我們時時還接到觀眾的來信 她要問柳姐近況 甚至有人寄支票來給柳姐 不過她們的好意 是我們心領 但我們不可以受的 是呀 最近我才去見過柳姐 不過見到她很開心 因為她不但精神很好 心情還很開朗 謝謝 那我明天看完醫生 和你喝茶 再見 你現在還在看醫生嗎 是呀 沒什麼事就兩個月回來檢查一次 那你現在在家裡休息 平常有什麼消遣 有時候沒工作也挺悶的 那家人又不放心讓我出街 唯有看一下電視 聽一下唱片 好 我們去那邊坐 好 柳姐 原來你們都喜歡聽粵曲的嗎 是呀 現在很多人都喜歡聽粵曲的 是呀 最近電視台的同事 差不多每個人都喜歡唱粵曲 那你呢 我呀 我呀 我沒有唱 但阿荔他們經常唱 遲些我都想學一下 柳姐 我想現在觀眾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究竟你什麼時候再可以在螢光幕 和他們見面 現在就見面 那我正在做企一把 是呀 但我的意思是指你自己本身做節目 嗯 那當然越快越好 但我想最快都要大半年 雖然我燒了三次酒席 不過現在我頭裡還有部分沒有骨 這樣三個月後就要等一些假骨下去 等完假骨之後 我想就要一段時間再去磨皮 因為最近這兩次手術 就是開刀開到下眼尾 經過額頭那裡 那雙額頭就留了些疤痕在那裡 最快我想也要大半年才行 那也很快 你試了這麼多次手術 怕不怕 那就有一點 不過都比以前勇敢了很多 因為以前我就算打針也很害怕 但現在經過這次意外 就算是很大的手術 也只是小小害怕 換言之經過這件事之後 反而令你對人生有更加積極的看法 一點點 其實有時候我也挺矛盾的 因為我覺得命運好像安排了一切 所以凡事我不去強求 一切都順其自然 柳姐 這裡還可以看到你圓門 對 還可以看到日出 看到日出嗎 我一看到日出 就覺得人生充滿希望 好像我今天見到你 真的很開心 一方面你精神也很好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心情很開朗 加上你對每一件事都這麼有信心 真的很希望你可以早日復出 我也希望快點和各位見面 再次見面